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三驼额台风来袭而依据中央气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 花莲县已经被列为陆上海上的警戒区 县长徐真卫在1号的下午特别和中央进行连线 了解相关的救灾整备的工作 徐真卫县长也指示相关单位要掌握最新的消息 严防灾情的发生提醒民众做好房台准备 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现在许中与总统来亲在私讯会议当中 没有交通就没有任何产业 没有安全也没有任何观光 严正国以中央重视并且支持花莲对外的交通需求 也让花莲每逢灾变就成为孤岛 在山区或者是潜似溪流区的这些 昨天已经发过房舍直接的我们都预警 积极的山上的区域都能够撤离 就是一定要把人生命保存住 所以我要谢谢所有各乡镇 公所都全力来支持来协助 那我们昨天呢 也撤离了这个三千多人 三千里13人 他在昨天在收容所过夜的一共有390人 我们开了37处收容所一共收容390人 那其他的不论是一亲或者是到他的另外的房子 来居住这个部分我们各乡镇公所都有追踪 那也感谢遇事兵力的部分 很快的在昨天我们有5个乡镇已经申请了遇事兵力的部分 那军方也都进驻到各乡镇公所来协助 那另外是昨天在跟行政院协助院长 这个我们在做视讯报告的时候 有关于卫星的无线通讯的部分 因为花莲只要是一墙都或爆了 或者是一场墙下的我们的道路就完全的通病 连这一次的我们的南轨的部分 铁路的部分也是 所以现在花莲其实就是古道 那我们现在和平地区 现在从惠德隧道这边到我们的和平 所以这边是整个孤岛的孤岛 所以这边只要强项的这边就是迪拜林克 所以这边我们花莲县应该有需要五部的我们的卫星 五线通讯车的部分 就是我们寿林地区一部 然后北中南的花莲以及 我们跨越南岸上外的公民部 会议当中现在许中也指示各局处 研访戒备 切勿轻呼做好防灾的准备 需要特别留意 禁止人车进入确保乡亲的安全 随着大规模崩塌区域的扩散 入月之前也确实做好人员 撤离的作业 并且受农人数 现在许中也提行乡亲 避免重施河域 海边观浪以及手上活动 也切勿前往山区活动 预防自身的安全 必须也请乡亲们务必配合 相关策略的工作 共同做好防财的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